这个《摄成观法》里面 讲到总结宇宙之间一切法 把它归纳就是那样东西 一个是色 一个是现 色就是物质现象 那我讲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心 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 就是忘了心 他说的是真心 慧能大肆说的 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色法 用一个色做代表 能生的呢这个是心 这是真心 佛经上也叫他做自信 叫他做法信 叫他做真书 中国古时候 老祖宗们叫他做本信 本信本身 这个一桩事情 经典里面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 我们早年学教 向老师请教 一桩事情 佛为什么讲这么多名词 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佛陀 教学的善巧方便 告诉我们不能着想 要从名词里懂得它的意思 不要执着名词 名词是假的 连老子都知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你能说得出的 能想得出的 不是真的 是假的 要从名 道去体会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 说不出来 叫言语道端 没法子说 心心出灭 不能想 你一想 就落在意识里去了 是妄性 不是真性 真正做到 言语道端 心心出灭 你开无路 佛说的 你全懂 众生说的 也全懂 没有一样 你不知道 你把诸法的根源 找到了 像树一样 找到根 水一样 找到源头 源头是没有办法 用言语说的 言语怎么说 都是各一层 都不是真 把言语丢掉 真的就剑掉 剑到 隔壁 温涩 就剑到